大家好,欢迎收看均匀园艺 月季对土壤要求虽然不严格,但由于其根系,大部分分布在土壤表层 所以物理结构良好的土壤更利于它生长 少许菜饼加一份它,土质肥沃又疏松,养护更简单 加入的这神奇遗物便是倒壳炭 选用时以未完全燃烧并且保持蛋壳形态的为最佳 用法也很简单 作为培养土机制,用一份体积的倒壳炭配上四份体积的果圆土 再添加一两把腐熟彻底的菜饼肥 充分混合后,再上月季即可 用这种材料有什么好处呢? 总体上的好处有三个 一是倒壳炭含钾量高,利于月季的营养生长 营养积累得快又多,自然容易上花 二是保水性能强,质地疏松 月季花洗肥沃湿润的土壤,怕干旱和积水 倒壳炭无疑是郑重其喜好,所以也需要注意 倒壳炭的比例不能太高,不然水含量高,不容易干 三是倒壳炭有草木灰的特效功能 不仅防病害,有利于植株健壮 还提高植株心芽的萌发率 最重要的是它的碱性比草木灰低 配合酵素水或者淘米水,酸碱度更适合养月季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订阅关注哦,下期再见